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最近大家都還好嗎 今天這支影片呢要來跟大家聊聊 也是我們的這個夢夢Vlog之系列2 那我們這系列的節目呢 其實我們會用比較輕鬆的方式來跟大家閒聊 所以我就會穿得比較輕鬆 就比較沒有像我們講上課的那種 就是每日一支影片的情況就是比較輕鬆一點啦 那今天的話呢我要跟大家聊的主題 其實也是跟我們生活中息息相關的 就是當我們常常去7-11就是小七去做消費的時候 你都用什麼東西做這個所謂的解任務就是結帳呢 我自己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假如我有搶到JCB10% 那我可能就是拿我的悠遊卡去BB那就解任務了 好就可以拿到九折 但如果沒有的話呢 其實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自己反而是蠻常使用這個所謂的 OpenPoint的APP或者是這個 Open錢包或者是iCash Pay 好隨隨便便講講就是小七就有三個支付了 但是你知道這三個支付之前的差異嗎 好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不太了解 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別就是展示 要展示這三個APP給大家看 然後你就知道說 欸這三個APP的功用是什麼 那麼你接下來去做支付的時候 你可以用哪一些配來做 所以這基本上的話就是我覺得 應該是大家都還蠻需要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集這樣的節目來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趕快來進入正題 進正題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種專題是不會特別做這個所謂的簡報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畫面展示給你看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的手機的畫面 好那小七有三個主要的這個行動支付的APP 那你都可以下載 第一個是OpenPoint 好那是累積OpenPoint點數的一個這個APP 那再來第二個是Open錢包 他們額外在獨立出來的 好那第三個的話就是他們有一個iCash Pay iCash Pay應該是去年12月上線的部分 那因為我覺得很好奇就是 不就是一個支付而已嗎 為什麼要搞成三個APP 其實我也不太懂 但是你自己的話簡單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OpenPoint這個APP其實是最早推出來的 然後也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 因為它這裡面也有包含這所謂的支付的系統的部分 所以你自己如果本身有在使用的話 其實應該要優先下載這個 那你打開APP之後 其實它要你登入你的帳號碼 好帳號密碼 那我原本就已經登入了 所以我這邊就看得到 那我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這個APP的部分呢 你最上面這邊 好最上面這裡有沒有看到 我看一下這裡 好對這裡 最上面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那個你累積的這個點數 那這個點數的部分其實也是我之前 慢慢累積下來的 所以目前有大概是9000多點而已 其實也沒有很多 就等於是9000多元 因為它在7月1號以後 它走了心智 心智的話以前是 消費1元它就累積1點 然後每300點可以折抵1元 它現在已經把這個制度改變成說 每一次的消費給0.33%的回饋 好那如果你累積了一定的比例之後 你累積到的open poll點數1點 就是等於是1元 這樣子直接抵掉 好所以它的這個 你是看到這個數字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花掉的數字 好那你要怎麼花呢 其實你在這邊 下面你再往後畫一下 有一個推薦商品的部分 有沒有寫到它寫一個 比如說 星巴克好友分享券 用20點就可以兌換了 好所以等於是這個 星巴克好友分享券 以前是要 好像是4000點open poll點數 所以你這樣折下來的話 其實好像是 現在變貴了 它貶值了 因為20x30大概是6000左右 以前可能只要4000點 但現在只要6 缺到6000點才能夠兌換 依照以前的幣值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個人會覺得說 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做兌換 好那你在這邊推薦商品的部分 你划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有很多的商品是 你自己可以去兌換使用的 假如你覺得划算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我自己很常使用的 就是 你看這個 我們往下的話 它這邊藍色這邊是 所謂的支付 使用的這個 這邊支付的項目 在下面一點這邊 有一個行動隨時取 我先介紹一下行動隨時取 因為我真的好常使用 點進去之後你會發現 它這邊就會有 呃 我自己已經買到的這個 提貨就很像有1217杯 這其實也都是我 之前有活動我都準備下來 要來送粉絲的 但是因為 這個open point 它必須要有本人操作 把這個 這個咖啡送出去 好對我來說有點麻煩 因為我現在都是 我會請這個 我們的這個 正獎小天使來幫我正獎 所以我這個咖啡我不能夠丟給他 然後再叫他丟給你們 好這有點麻煩 我就必須要把我的帳號密碼給他 然後讓他 我登出我的帳戶 然後讓他登入我的帳戶 來做發獎 有一點點麻煩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 比較懶一點 所以我自己現在最主要都是 把這個行動隨時取的咖啡 可以我自己先優先拿來使用 像我自己最喜歡喝的是 這邊有一個 這個檸檬青 我當初買了50杯 然後現在 剩16杯 我當初有送出去兩杯這樣子 好所以 你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針對他 他有時候有一些特殊的活動 比如說 第二杯七折 或者第二杯半價的時候 你可以 就是 預先買下來 那買下來之後 你可以慢慢的去把它使用掉 他這個好像就沒有特別的使用期限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 懷用掉 我覺得就還不錯 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功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最下面這裡 最下面這邊的話 他其實有很多的 這個 這個欄位裡面有很多 可以 就是可以看的 比如說第二個是點數 那點數你點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說 你的 點數可以在這邊做兌換 我看一下這邊有寫到 限時特賣的時候 你用10點就可以去兌換 周四驚喜兌換 就是現在嘛 對現在可以做兌換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覺得 這個還蠻划算 你就可以去試著去兌換 然後 他還有這個所謂的 LinePoint點數 來兌換的部分 30點的OpenPoint兌換 20點的這個LinePoint點數 那你可以自己看自己 就不覺得划算了 因為 早期的話 人家會用這個 OpenPoint跟LinePoint 這個互相轉換之間 他還可以就是 多兌換一些 點數倍數 放大的商品 那現在OpenPoint點數 他的這個比值 跟新台幣是1比1 所以就比較少 有這種點數放大的情形了 這是他 比較可惜的一點這樣子 好 那再來第三個的話 這邊有個服務的部分 他就是 早期他有一個 所謂的iPhone的APP 然後他也把這個功能 整合進來了 所以你在這邊也可以使用到一些 簡單的iPhone功能 比如說上面有寫到這個iPhone售票 iPhone列印 繳費服務 這邊都有 紅利好康 點進去看是什麼 你可以用銀行的紅利點數 來兌換 其實你可以在APP裡面 就做到囉 欸 其實還不錯 但是好像沒有很多銀行的樣子 所以你就是 目前有合作是四大銀行 那你可能還是 iPhone可以換比較多 這樣子 那你要口罩兌換的話 其實也在這邊 就可以進行兌換 如果現在你還有在走這個實名制的 口罩購買跟這個 領取的部分 其實這個很方便 因為你點進去之後 你看我這個APP 他等一下跑完 進去系統之後就可以 輸入你的身份證莫斯馬 跟你的取貨編號 那麼他就會產生三個條碼 那麼你把這個條碼拿去 給這個店家掃 他就會給你口罩了 這是很簡單 我也都是用這種方式領 很不錯 那第四個 這邊下面這個是支付 支付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有iCash Pay 然後有Open錢包 Open錢包基本上 主要是綁信用卡的部分 所以他把這個區塊 其實後來有把它 區隔出做出兩個APP 你接下來 如果你不常常使用OpenPointAPP 你只是要做支付的話 那你反而可以去使用Open錢包 或者是等一下要介紹 iCash Pay的部分 上面都有 所以他這邊有一些支付設定 或者是iCash Pay更多服務 跟使用教學 你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他有教你怎麼做註冊 這個我們之前在介紹 天龍支付的時候 就有跟大家介紹過說 像電子支付跟第三方支付之間的差異 那你有興趣可以看我下面的資訊欄 有一些介紹過的那個電子支付 我把它放上去 你去看一下那個影片 你就會知道到底什麼是電子支付 什麼是第三方支付 在這支影片我們就不做贅述這樣子 所以Open錢包怎麼綁定信用卡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你先下載APP 然後把信用卡的資料 key進去 然後OTP認證過之後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支付流程也很簡單 就是剛剛看到不是好幾個小鴿子嗎? 點下去之後 它會產生這個所謂的讀取條碼 那你拿給這個小七的店員一掃 就解完任務了 就可以完成支付了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蠻簡單的一種方式 那現在也有很多OpenPoint的聯名卡 如果你把它綁定去 其實在做支付也可以拿到一些額外的回饋 對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大家也可以去確認一下 那最後第四點是這個所謂的 綁定手機條碼 那手機條碼很簡單就是 你可以預設讓它在結帳的時候先跑出來 所以到時候你都可以先刷條碼 然後再刷你的這個支付的條碼 就可以就是發票不用印出來 但他們現在好像把它做整合了 所以你其實不用掃那個手機條碼 他只要少結帳他那個錢 就是直接就扣掉 然後他也不會出發票 我覺得算是蠻簡單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很常用的APP 最後有一個會員的部分就是 你點進去之後看你自己本身 有沒有一些基本資料要做變更什麼的 可以在這邊做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可以繼續往下走 第二個是Open錢包 Open錢包其實也跟剛剛差不多 它其實就是把那個支付的頁面 整個獨立出來 所以你在這邊上面可以看到你的點數 那麼你有綁了哪些信用卡 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然後就可以選擇那個支付 然後來做這個所謂的消費的付款的動作 這邊有個支付設定 然後使用教學 常見問題 其實你想要知道的資訊 其實在這邊都可以去找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在這邊其實就是很簡單的帶大家review一下 那你要結帳的話你就比如說選這個我的條碼 那它輸入完這個所謂的交易密碼之後 對 好 它就會跑 然後接下來就會出現那個所謂的支付的頁面 好 好 它這邊就有一個支付頁面 但它這個有五分鐘之內要結帳 所以你把這個截圖拿去那邊你也不能截了 這是 這是沒辦法 然後它這邊上面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OpenPoint的點數其實可以打勾 然後它就可以幫你做摺底 它的點數是全額摺底 所以你有多少點數你到時候這樣子一掃 它點數就給你扣掉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你就是自己去斟酌看要不要做這個點數摺底的部分 像我們在做LinePay支付的時候也可以選擇要不要把點數摺底打開 如果有打開基本上也是可以完整的去做摺底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這個Open錢包的介紹 Open錢包就是直接把這個OpenPoint裡面的錢包支付功能獨立出來 讓你打開比較快 系統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負擔 那iCash Pay也是一樣 iCash Pay的部分就是它 你在OpenPointAPP裡面你會看到有Open錢包跟iCash Pay 你可以選哪一個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用iCash Pay的話 你可以反而打開iCash Pay出來用 反而會比較快 它也是完全獨立出來了 那這邊的話呢 你還有看到這邊有個亮點就是 振興三倍券的綁定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iCash Pay做你的三倍振興券的綁定 對 我要看一下這個臉 你用這個方式你就可以完成這個綁定的任務 非常的簡單 在這邊輸入 你需要這個所謂的領取的方式 那你可以把它綁到就是最後兩千元的振興回饋金 放到iCash Pay賬戶或者是做捐款出去 或者是使用這個金融卡來到ATM就提領都可以 好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那我看一下這邊還沒有什麼優惠 就是如果你是要結帳的話 你可以選我的條碼 那你點了之後它做完那個臉部辨識 好 你就可以進行掃碼 這一樣也就是在五分鐘之內要去做掃描 去做結帳不然會失效 那OpenPoint點數折抵也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一樣就是可以抵掉 這部分的話就是你可以自己決定你自己到底要不要 那你旁邊有一個手機條碼你也可以看要不要打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APP設計的也算是非常的簡單易懂 就是你只要打開APP你就可以知道說大概怎麼使用了 所以今天的話就是簡單介紹這三個APP 讓大家介紹了解說到底你在支付的時候用哪一個APP可以 那簡單而言就是第一個OpenPoint的這個APP 它是極大層就是你可以在裡面做點數兌換 然後也可以做支付的部分它的功能非常的齊全 但它可能會越來越就是 資源怪獸它後來越來越大了 因為它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它後來有把這個支付的部分切割出來 第一個是我們的Open錢包 Open錢包就是信用卡支付 那第二個是iCash Pay就是電子支付的部分 它也是獨立出來的 所以你要用哪一個做支付 你其實就是選哪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的這個Vlog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因為也是講的蠻硬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是沒有簡報 但是我就是實機操作給你看 所以你這樣子大概就可以比較知道說 到底使用哪一個是對你來說比較適合的 像我很常就是去換咖啡 或者是去換檸檬清茶的時候 我就是直接打開這個APP 然後就是給它看我的兌換券 這樣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有常常買這個行動隨時取的部分 那麼你的確是可以在這邊就是簡單的進行兌換 那你不用花錢 因為你當初你買這些抵用券的時候 其實你錢就花掉了 在這邊在前面這邊就有了 你看最新的活動是City Cave整組8折 每杯最低28元 那它這個咖啡優惠的話我看一下 比如說冰的然後大杯的 然後一次要買10倍到30倍到50倍 所以這邊的話你這樣乘下來大概是 因為八折的關係所以要花1800 所以1800的話你可以按進行結帳 那結帳的時候它就是要求你要到門市去 那接下來這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去門市做消費的話 用哪張卡片有回饋 這部分的話就是 你就要再去看一下我們之前的文章 或者是一些影片有去介紹到 簡單做個提示 永豐必備卡在行動支付上面與小七消費 它是可以拿到5%的行動支付加碼 每個月上限給600 所以是12000以內就是都是符合這個資格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拿永豐必備卡來解任務 可以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如果你要買一些行動隨時取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讓你使用這什麼抵用券來做這個 所謂的結帳嗎 我試過了不行 那你可以使用刷卡 刷卡的部分你就可以去看你哪一張卡片有回饋 比如說國代四華的COMBO卡 COCOCOMBO卡 它沒滿5000塊的新增消費 至少就是指定同路裡面可以拿到 這個所謂的 應該是5%吧 5%的加碼 然後是上限好像是300元 所以刷6000塊以內封頂 所以如果你的行動隨時取游 一個月會刷到6000塊 那你也可以使用國代四華COCOCOMBO卡 那麼你也可以拿到5%的回饋 那你使用必備卡的話就是也是5%這樣子 以上的資訊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 希望這一集呢 對於喜歡在小七消費的人 有所幫助 就是這三個APP都給你介紹過 然後你如果要刷卡的話 也教你方式了 有好幾個不同的方式 都提供給大家參考 你如果覺得對你來說有幫助的話 也麻煩你可以訂閱一下 大家在寶可夢的頻道嘛 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資訊呢 我都會整合給你 那還有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支影片很不錯 趕快公開的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領悅 就是怎麼樣才能夠在小七裡面呢 做支付 然後省最多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